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两位外国小伙在民心相通风论坛上展现了中国功夫 其中来自法国的福禄 八岁开始习武 痴迷武学十九年 人称武痴 我是法国人 我已经在中国七八年 我是从小孩 大概五岁 就是很喜欢中国武术 就看你们中国建议成龙 也我的梦想这个时候 还是就是来中国学功夫 养武术 27岁的福禄 现在可以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但刚来中国的时候 福禄却吃了不少苦 刚刚开始在中国学武术 就吃得很苦 特别累 但是我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努力继续努力努力 也慢慢习惯 就也来中国黄金 都不一样 所以很麻烦 但是我很努力继续 现在也能用中文交流 除了能用中文交流 福禄也不断学习中国文化 目前福禄已在法国 开了两家武馆 教授法国土地 并且希望用武术 做国际交流 就是用武术 可能是用武术 做国际交流 还是当教练 还是拍电影 都可以 就是我很热爱武术 所以我就要继续努力 做那些武术的工作 福禄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让法国人民 有了更多机会 接触中国文化 和福禄同台表演的 21岁乌克兰小伙 菲利普同样热爱武术 9岁来到中国开始起舞 现已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菲利普的梦想 是要成为武打明星 我未来就是 我打算在中国 就武打嘛 就是拍电影 就是我想成为武打明星 菲利普希望 一带一路能够让 更多国家的人了解武术 通过武术强身健体 福禄和菲利普 本次参与的 明星相通风轮坛 以共促明星相通 共化民生合作 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 来自五大洲 61个国家的政党 政府领导人 国际机构 和企业负责人等 各界人士 出席此次论坛